不要坐在辦公室看數字 我跟你講喔 像那個公布說什麼 那個空床數 頭也空不力 你是怎麼可能 什麼幾百床空床 你到第一線去問就知道了 我不是講過嗎 到那個醫院的急診室門口站一下 到那些專責病房的那個門口站一下 你就知道現況了 當然我們說 如果說台大院院長出來講話 然後一些醫護人員低線都出來講話 你中央政府拿一張報表在那裡 而且那個只要稍微有嘗試 就知道可能有幾百個空床 所以我都不曉得那個數字從哪裡來 這個疫情的變化 還是有到一定的趨勢 今天中央公布的確診案例是555例 死亡人數已經到19 算是創新高 本週累計的死亡人數已經63個 就中央公布的確診案例裡面 有143例是找不到感染源 所以特別是在新北地區 雙北地區 因為這個人數 找不到感染源的人數已經相當多 所以疫調足跡 在現階段就不再有益 那如同前幾天講的 如果把所謂的確診案例 按照他的發病日 不管是發病日或研判日去畫 大概看起來趨勢是還算穩定 但是要先聲明一下 這是在相當嚴格的這種自動自發的封城之下 才能夠維持這樣 那也要明白的講 如果大家不合作的話 這個趨勢是會往上飄升的 因為在其他國家 達到這種社區感染一定的數量 基本上他是常常會失控 他能夠把這個疫情在現階段能夠控制 事實上我們有在檢查 我們在萬華地區的三個篩檢站 因為昨天有做682個篩檢案例 看起來這比例是下降 不過我們再仔細去看一看 他其中的分布 這次反而剝皮療人數比較少 也可能是說 反正有病的都篩出來了 反正是其他地方 那我們在檢查台北市其他醫院的快篩的情形 結果發現他有散掉 這也跟我們到目前為止統計的這種數量 是符合的 我們把那些中央已經確診的案例 按照他的發病日 倒退回去 當然這個 如果你不要盡情計較是 哪一個時間的 一定要很精確的話 看趨勢的話 這張報表其實 這張統計也看到這一張 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說 他的 這個萬華 反而他的百分比是有控制 反而是其他地方散開 所以這個跟符合我們 我們在所有的臨床上看到的一樣 就是說 固然萬華是一開始發動的地方 我們在這張射篩檢站 每天把那個陽性的檢出來 給它隔離 所以這地方慢慢就會控制 可是畢竟 我們在首都生活圈 人會跑一跑去 他就會跑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一開始 我就 當我們這個數量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這不能再公佈什麼足跡、疫調 為什麼 這反而會給你假象的安全感 你以為說我疫情只有在萬華 只有公佈的這種疫調足跡是危險的 錯了 因為他在整個台北市各個行政區都有 那我相信這個情形 恐怕到新北的一些 從這個淡水一直到新店 沿岸應該也是這個同樣的局面 所以在現在我們應該當作說 你旁邊的人都有可能是感染 所以事實上每天都會說 哪裡有確診案例 我想這個就是不意外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個 目前的狀況也要講出來 那也因為我們案例相當多 所以我們慢慢的要用快篩來 當作一個決策的工具 不能再像過去等PCR 讓時間拖太久 而且事實上據我所知 現在PCR已經大塞車了 包括疫調PCR大塞車 所以才每天會有什麼矯正回歸的問題 那也為了要讓我們整個防疫的層面 可以更貼近前線 可以更及時 所以我們常常是這樣 快篩陽性 事實上我也要求說 如果快篩陽性以後 這些快篩陽性的病例 我們要想辦法在最短的時間內 優先做PCR 來確定說他是真的是確診 那我們現在臨床上看起來是這樣 快篩陽性的病人 如果他也有症狀 就是有那些 不管是頭痛發燒 活龍痛咳嗽 這種有症狀的 幾乎接近100%的都確診 但是如果他快篩陽性 他在臨床上完全沒有症狀 事實上我們在這幾天下 也發現有很多PCR做是負的 又是沒有 所以這樣看起來大概 我們大概心裡有數了 就是說如果是正常人來做 常常會出現偽陽性 這有可能 如果是有症狀才來做的 偽陽性就很少 大概是這樣 那有沒有偽陰性還是有 就是說他還在發病的初期 也許病毒量還不高 所以有時候會快篩附的 PCR是陽的 因為這個畢竟 PCR才是比較靈敏 精確度比較高 快篩要相當多量才測得出來 這要跟大家講 不過是因為快篩 大概差不多20分鐘 你就可以 臨床上就可以知道答案 你知道 所以慢慢目前 整個決策是用快篩來做決定 我想這樣會比較快 所以結論就是這樣 目前台北市的疫情是穩定 但是這個是大家很努力才可以這樣維持 事實上整個疫苗相當緊繃 所以我們當時會把這一人一室打破 但是這樣 這個病床也不是說 你一下子過一個晚上就要去變兩倍 因為醫院還是要去改裝 特別是有的 要等那個病人出院 那個房間他趕快進去打掃 再重新調整才變成兩床 所以也不是說 我們去下一道命令說 好這個不限一人一室 第二天早上我們所有的防疫病床就變兩倍 沒辦法 這個也不能想像那樣 還有一點 人員的訓練都需要時間 要轉換要時間 當然像外科醫生 剛才昨天說 開心臟的不會開腦 但是這樣 訓練以後還是會開 問題是要訓練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 目前台北市的疫情算 如果我們用快篩直接監測 你知道 疫情還算穩定 還蠻嚴峻的 應該這樣講 但是還沒有到崩潰 整個醫療體系相當緊繃 所以我們也要求說 不是要求 拜託 我以前我們的醫療同仁們 大家辛苦 我這樣非常辛苦 這個我都可以理解 所以我也知道 醫療的這種量能相當緊繃 因為案例集中在雙北地區 所以雙北地區的醫院會相當多 至於要北病難送 病人難送的問題 坦白講 對家屬也是很不方便 所以原則上 如果我們在雙北地區 我們的醫院可以撐住 我們儘量撐 這就要拜託 第一線的醫療同仁 大家辛苦了 大概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是這樣 這個疾病 我們從文獻上 還有我們自己 台灣的數據 平常上看起來 這個病 這個新冠肺炎 有個很奇怪 有個很大特色 50歲以下幾乎沒有死亡 非常非常少 可是過50歲以後 隨著年齡的增加 死亡率就越來越高 所以到80歲以上 得這個病 我看國外文獻已經到超過20%了 所以這個病就是在老年人的死亡率特別高 年輕人幾乎變什麼死亡率 當然有人問說為什麼 不過這也沒有什麼為什麼 因為每個疾病都有它的特色 就好像你說小兒麻痺 對不對 也沒有叫老兒麻痺 那你問我為什麼小兒麻痺專門攻擊小孩子 那就是他疾病的特色 所以這疾病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在年輕人死亡率很低 過50歲又開始慢慢升高 到70歲後上升很快 所以我們將來這個會影響我們在整個 整個醫療體系的重診 同樣的醫療體系 讓它更有效率的使用 所以也就是說 將來這種確診案例 有的會放在家裡 有的會放在旅館 有的會放在病房 有的會送到家戶病房 這其中在分配有一個很重要因素 就是年齡 所以是這樣 如果我們確診案例 也沒什麼症狀 也許這真的要送到這個 中央在比較中南部的一些檢疫所 因為你們這個大概 把你們隔離起來 最主要理由不是要治療你們 而是防止你們在一起傳染別人 所以你們也不要年輕 不要好移動 所以醫院應該是保留那些 本身有慢性疾病的 年紀大 比較中間的就 換在防疫旅館 只是我們現在台北市 換在防疫旅館裡面 確診這種快篩陽性 換在防疫旅館 已經超過一千個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緊急招募 這麼多醫護人員 這一千個如果現在放在醫院裡 你知道 剛好把我們那個一千床的 防疫專責病房全部吃光了 整個醫療體系就崩潰了 所以我們是用防疫旅館去做一個反衝區 當然如果病人還是太多 恐怕那些很年輕的沒有症狀 如果你家裡也適當的話 就放在家裡 不然你就要送到中南部的 中央的檢疫所去處理 大概就這樣 另外一個大家很關心那個紓困 因為到現在已經停課十天 夜市和餐廳幾乎都關門了 大型活動也停辦 我想這個對整個社會的一定很大衝擊 那 因為去年我們也有這種紓困計畫 所以原則上我們這個紓困計畫 第一步 我們現在要比照去年 那個減租減脆元酥元酥 那個概念 我們就先下令三個月 那當然 這三個月先預定 將來還要延長多久 再講 我認為還是 去年都已經要用到六個月 大概今年我看是 應該會超 應該也會至少 不會是三個月 不過我們現在原則上先 減租減稅 顏租元酥元酥 按照去年的一些措施 你知道 先宣布三個月 而且我們回溯從五月就開始 所以五、六、七月 先這樣做 那等一下細節 那個財政局長會講 不過我想因為去年 我們都已經做過一次了 你知道 所以大概 他就得曉得 不過是這樣 總是我們要做一些進步 所以像我們這一次這個 失業給付 就會做那個線上即時申辦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紓困 你知道 會盡量 朝向依化 你知道 以辯民為原則 那目標就是 基業可以營運 你知道 勞工可以就業 大家生活還可以 還可以過得下去 那至於那些細節 等一下我請財政局長 在針對每一個大項 主意來說明 請財政局長 請財政局長 請財政局長